孙学智脱离团体5566以后 仍一直坚持做音乐 日前他推出了个人首张创业专辑 不死鸟 并即将于28日举办个人演唱会 24日他为歌唱彩排 很久未见的5566成员 徐孟哲 王仁甫 王上伟 都特别前来支持 四人再度站到一起的画面 迎应出一份感人气息 如今四人分头 忙事演甚至众人都表示 回想不起上次见面的日期 看来粉丝们一直不死心 盼5566在同台开唱的愿望 只怕是实现舞期了 我觉得要有人整合啦 也不是说不可能 因为我一直在讲 就是说不是不可能 只是真的有难度 因为就是要看有什么样的机缘 又或者是说工作机会 可以愿意再把我们四个 再凑在一起 然后凑在一起 这个就是我们对大家都有帮助的 也不要就是说大家好像 只为了看到5566然后就应酬 孙协智最近多忙于演唱会排练 空余时间也贡献给健身 对于一年再延的造人计划 他只得无奈再寄于明年 对对对没有没有多余的时间去想那事情 对啊希望明年啦 对因为大家还是在问说什么时候生小baby 希望明年可以生个马宝宝这样 对希望希望 玩音乐是无止息的 不过再不抓紧造人 这中年危机可不是随便运动几下 就能补回来的